大家好,我叫Harold,我的中文名字是张浩荣。 我是波多里格人,我是九岁了。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Nissi的计划, 因为在2018年,我也参加过Nissi的暑假课程。 在2018年的夏天,我住过西安,在哪里学中文。 虽然去中国以前,我真的不会讲中文, 而且不打算认真学中文, 但是这个经验让我决定我想学中文。 出了西安以后,我虽然想继续学中文, 可是在我的高中没办法学中文, 因为我的高中不但没有中文课, 波多里格的华人也很少。 因为我在波多里格没办法学中文, 所以我决定再一次申请Nissi的计划。 然后,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参加Nissi的课程, 所以我要给你们介绍我自己对台湾和中国的第一印象。 首先,我要讨论关于西安和高雄的形象。 西安是有1200万人口,而且高雄的人口在300万以下, 所以西安当然比高雄大非常多。 在西安我和这代家庭一起生活。 他们的家在23楼,西安的大楼都有那么高。 我坐在路上的时候可以一直看到这样的大楼, 可是在高雄我比较常看到很多公寓和偷田坐。 去了那么高的大楼还有非常大的旅。 在交通方面,我在西安打地铁或公车的时候, 总是没有为止坐。 不过,高雄的捷运和公车经常有为止。 我出国中国的时候,最大的第一印象是 怎么到处有那么多人。 可是在台湾我没有这个印象。 我们有机会去台北。 可是我觉得台北也没有西安的人那么多。 我觉得中国的城市不但很热闹,也很大。 第二,我想介绍一下关于西安和高雄在食物上的差别。 西安在中国的陕西省,而且有一些食物有西安和陕西省的特色。 第一个,第一个是肉价末。 虽然肉价末是一道很简单的菜,可是我觉得非常好吃。 一般来说,肉价末长得像中式汉堡。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吃。 。 西安还有一个有名的食物,叫做扁扁面。 只是一种面,但是跟别的面不一样。 扁扁面的面比较宽。 鸡蛋,然后鸡蛋,番茄,跟牛肉仕这个面里面其他的材料。 在台湾食物的方面,我觉得臭豆腐,牛肉面和小笼包都很有台湾的特色。 虽然我觉得臭豆腐很有台湾特色。 不过我真的不喜欢吃臭豆腐。 可是牛肉面跟小笼包都非常好吃。 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台湾食物的味道不够重。 中国食物的味道比较重。 在中国我没有这个问题。 所以我觉得除了甜点和饮料以外,中国的食物比较好吃。 除了这些,还有早餐。 我觉得台湾的早餐也非常好吃。 最后我要介绍一下依然想不严的地方。 去中国以前我真的不会讲中文。 所以我是在西安开始学中文。 因为我在中国开始学中文。 所以我比较习惯中国人的口音。 在中国他们常常有儿的发音。 好玩一点儿。 可是台湾人没有这个发音。 另外,中国和台湾有很多不一样的词。 比方说Subway。 在中国我说的是地铁。 可是台湾人说捷运。 还有空调跟冷气机。 自行车跟车。 自行车跟轿踏车。 驻租车跟机程车。 都是一丝一样。 可是说法不一样。 我觉得台湾人说话的时候常常用把嘴大不长大。 所以有的时候发音不清楚我听不懂。 。 虽然关于语言差别。 这件事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比别的国家更好。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跟你们聊的这个情况。 除了这些差别,当然还有很多值得聊的。 可是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讨论全部的。 我觉得台湾跟中国的生活都很好。 可是人口和文化都不一样。 不过我在台湾的时间比较长。 所以两个月以后我可能跟台湾比较熟。 谢谢你们看我的影片。 再见。